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可以告訴你 到今時今日世界性地講 醫療這個SARS 你說要統一的醫療方法 或者可信醫療方法 就是說人人都肯相信 我們不是對這個病的認識 距離我們完全認識 都還是有很遠 就像所有新的病種一樣 但是不代表現在我們一無所知 我想市民應該明白 這是一個必經的步驟 到最後一天 不知道將來 什麼時候找到一個治療方法 真的可以延期醫好SARS 假設將來有很多一天 這一天的出現 一定是因為有很多這些 這些這樣的研究 然後最後達到那個研究 一種全新的世紀病毒 在全球爆發 SARS雖然不是無藥可醫 但是直到現在 專家仍然未掌握 徹底治療這疾病的方法 3月6日 剛剛看完東西 在看東西的時候 開始有點不舒服 就想著回家休息 看完東西之後回家休息 想著沒事 但是就一直發燒 持續發燒 燒了4天 亮哥是東區醫院 第一個受病毒感染的醫護人員 當時SARS還未在社區爆發 空肺科的專家都想不到 事情發展會這麼嚴重 我當時沒甚麼感覺 我覺得非典型肺炎 我剛剛才有個醫生病過 當時我們每年都有一次 有個醫生非典型肺炎 很普通的覺得 沒甚麼感覺 到第二次來 我就開始覺得有些擔心 好像不行我們的藥 還有跟著就有別的病人 別的同事病 但是很快病毒就開始擴散 我入院之後 我的同事逐個逐個 躺在我旁邊 其實那種感覺 不是那麼開心 根本上整個病房都很擔心 其他的同事 我想都是假裝不怕來上班 任醫生是空肺科專家 面對這隻病毒 最初一樣束手無策 其實看非典型肺炎 我也看了很多 也看了很多年 那個醫法我們也很清楚 我們又給阿良 但是你知道他不好 我們根據常理去醫治 一直惡化 我不止是醫不到 而且我知道我 如果那個人都醫不到 我的同事都不會醫得到 用回我所有 一世人學識的 關於醫治 非典型肺炎的辦法 都醫不到那個病人 所以我那些同事都很危險 所以是 可以說是其實是很慌張的 但是慌張得來 我不可以讓他們看到 任醫生和全組同事 不斷由案例之中 找出頭緒 大家都好像新入行的醫科生 一切只能夠由零開始 大家爭拗 怎樣用藥對病人才是最好 我們用藥是好了嗎 其實最主要我們爭拗 就是在那個 雷固醇的劑量問題 最主要開始 我們就覺得可能 跟回體重會好些 但是任醫生可能覺得 是不是一定要每個都這麼多 又想挑選一些 因為他都聽到外面很多意見 擔心雷固醇會有多 併發症 好像譬如感染 任醫生用尼巴韋臨 和雷固醇來對抗SARS 當時可以說是一個試驗性的療法 所有醫生都知道 雷固醇有副作用 可以說短期的副作用不是高的 但是救命的好處就很大 為了平衡利益 我們都沒有什麼辦法 是我就很清楚告訴阿良 還有後來阿良用了 第二個就容易一些 我就說 現在香港 其實世界都沒有人自典醫 但香港有一個人試過 我也是一個護士 就是我們的同行 他用了就非常好 但我也不敢說第二個是怎樣 所以是一個試驗性質的 是吧 是一個試驗性質的醫法 病人命緣一線 這種病聞所未聞 加上有同事受感染的壓力 任醫生說 當時的治療方案幾乎都是摸索出來的 阿良太太我也見過 她很擔心她來探望的時候 我看到她的大頭 我覺得她的壓力更大 因為阿良要看到兒子出生 尤其是當我知道真的非要用日不可的時候 阿良後面的同事也是我責任 還有 真的不可以的 如果是自己的同事 我都要唯有信 阿良也要等她醫治我 因為 如果不醫治 可能一分鐘都會沒命 我有想過會死 因為 因為 那時候 因為不懂 不知怎麼用哪一種藥物去醫 但是 燒就一直都沒有停 多德因給我表現 即是她表現出來 她很認定 所以我很相信她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的 袁國勇教授 最先就提出 用利巴偉林和類固醇 來對付沙士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們 當時所作出的決定 只可以基於當時有的資料 當時沙士開始的時候 我們連什麼引起都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沙士這個病 對平時我們用的抗生素 抗菲典的藥 是完全無效的 我們唯有用一個最闊譜的藥 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麼病毒 我們唯有用一個最闊譜的抗病毒藥 在這個 已經有了很多年 這個利巴偉林超過15年 它對很多的RNA的病毒 和DNA的病毒都有效 當時也是因為我們聽到 在廣州的同業 他們發覺用這個類固醇 是發覺是有用的 我們也明白類固醇 本身是將免疫減低的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病毒感染在 而你不給抗病毒藥的話 那個病毒感染可以完全失控 所以到最後我們覺得最理性的決定 就是一個抗病毒藥 一個很闊譜的抗病毒藥 加上這個類固醇 這個就是當時我們作出的建議 各種可能用來對付到這個病毒藥 專家都有想過去用 病人在生死關頭 只要有可能救人 幾乎都要一試 因為我們要救病人 於是我們就試了 試了現在有的中藥好西藥好 我們已經開始去決定用藥 因為我們希望救到最多的病人 而事實上證明 香港的死亡率 如果我們將年紀分開的話 跟外國是沒有什麼分別 即使在爆發沙士的其他國家 都一樣在摸索用什麼藥 來對付沙士才是最有效 我明白很多病人很擔心 他說美國這樣說 英國這樣說 德國這樣說 我有醫療 好像上次 開頭了 見到有病就好了 我分不出是尼巴胃臨還是尼古順 不過如果你拆開它不好 你先來誰 又是背不起大家 醫生只能夠試手上可以用的藥 再看看病人臨床對用藥的反應 與此同時醫管局就召集專家 大家一起摸索醫療方案 同時將有關沙士病人的臨床診治紀錄 不斷分析總結 搜集到他們 無論病發 治療的細節 以及對治療的反應 甚至乎後來的結局是怎樣 就搜集了這些治療回來 我們記得那時候 用了很多同事的幫手 就很短時間 將這些資料都輸入電腦裡面 然後進行分析 希望可以給到一些最新 以及最有效的資料 都給前線同事去參考 醫管局的這套EKG資料系統 可以說是給前線醫生了解 這隻病毒的重要途徑 香港和其他國家的專家 對這隻病毒最即時的研究 和分析結果 都可以在這裡看到 與此同時 醫管局根據這些最新的資料 也都著手制定了一些指引 初一開始指引 都是用最小的資料去寫出來的 所以變成一有新資料 我們就覺得如果需要的時間 我們就會更新 所以那些資料放上網那些 就會比較是改得頻密些 大眾一個很大的誤解 在所有臨床的指引 都是一種資料 是給醫生參考的 你現在現有所有的病 如果我們是可以放上網那裡 給醫生去看的指引 就是有實證去做的指引也好 都是參考性的 因為每一個病人都是不同的 世界各地的醫生都希望 可以在最短時間內 找到對病人最好的治療方案 在東區醫院 任醫生和他那組的同事 一有空閒時間 就和其他醫生通過電腦 來探討最新的治療經驗 我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打電腦 在電郵上互相通訊 用電郵的方法 我們差不多有時 晚上專門有一班人 十點幾十一點 專門在互相呼應 即是即時傳譯 即是即時有答案的 大家互相 講一下你的事 我的事 分享一下大家的經驗 在疫情初期 香港大學 袁國勇教授 建議使用 尼巴韋臨和 類固醇的這個治療方案 效果不錯 但是病人的病情不同 病毒也出現變種 這些藥 幾時用多少 還有沒有其他更有效的藥可以用 這些都是醫學界想 急切找到的答案 我們其實醫療界 治療SARS的同事之中 感覺都是一樣 就是我們有個責任 我們有個世界性的責任 去找究竟是哪個病毒 下一節回來 我們看看治療SARS 會不會有新的突破 SARS令醫學界束手 這個病在全球死亡率 都超過百分之十 但是SARS並不是完全 沒有醫治的絕症 空肺科專家任醫生 醫治好的同事 已經很快上班 但是他說 到現在自己還在一邊醫 一邊在找答案 其實目標是真相 因為我們認為 真相會幫助多些人 不止幫我眼前的病人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 時時都有點擔心 時時都有 東區醫院第一個 受感染的醫護人員 阿亮已經康復 還看到自己第一個寶寶出生 你覺得差點 是差 之前也是差 是怎樣 很容易累 其實 整天都不是分得很好 你太太現在怎樣 挺好的 有沒有安樂 沒有安樂 寶寶出生就好一點 是 要等寶寶出生才安樂 尼巴偉林和淚孤順 一直是救治沙斯病人的希望 當時已經有很多病人 主要是沙田委爾斯 中學醫院的病人 都已經認了尼巴偉林 和淚孤順 發覺效果真的很好 因為那時候 他們在第二十一天 死亡率只有3.6% 這絕對是很古墓的數據 只可惜 到了淘大疫情爆發之後 情況越來越不理想 海外陸續有實驗室報告顯示 尼巴偉林 靠用誠意 無論我們自己好 或者是世界各地的科學家 都立刻去測試 究竟有什麼藥物 真的在試管上有效 而發覺尼巴偉林的作用 真的不大 去到一個階段 我們發覺真的有問題 就是淘大花園的爆發 當時病人的症狀有改變 他們有很多有輻射的現象 但他們只是對尼巴偉林和淚孤 反應真的一點都不好 我們在試驗室裡發覺 當時有一種蛋白霉抑制劑 就是Kalitra 是有作用的 又是在48小時 是有抑制作用的 當時我們覺得 既然病人都差得這麼厲害 我們又沒有其他的藥可以用 於是我們就用 將這隻蛋白霉抑制劑 加上尼巴偉林一起去使用 做出效果是挺好的 事實上我們發覺 原來我們一開始 讓兩種藥一起給 死亡率是接近沒有的 尼巴偉林 類固醇和蛋白霉抑制劑三種藥 可以說是人類到現在為止 對抗SARS的現成藥物 但是在臨床數據和實驗室得回來的資料 這些藥如何加起來使用 在什麼時候用多少才對病人發揮到最大的藥效 仍然沒有一個權威結論 當時普遍認為尼巴偉林可以對抗SARS 但是在接收SARS病人最多的馬加列醫院 胸肺科專家余慧祖醫生就認為 這一種藥並不是對所有病人都有用 沒有反應的 即是你發燒的 平衡不發燒 繼續平衡不發燒 頭一天是這樣 第二天是這樣 第三天還是這樣 不只那天還惡化 那有些惡化 那些惡化就好轉 那些是否自己好的 真是不知道 一定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剛才說的個案是我自己跟病人說 那病人就相信 那就沒用 即是你要那些 即是我的手下 那些前醫生 他自己跟病人說 說不要用尼巴偉林 那他們都不敢 不過余慧祖承認 早期選擇用尼巴偉林 是一個理性選擇 非典型肺炎那些晶表 是很像過濾性命導引起的肺炎 在這樣的情況下 沒有什麼好比病人 真的很嚴重 甚至已經死亡 這樣是用尼巴偉林合當 為什麼尼巴偉林 他起碼在實驗室 起碼在實驗室 他對各種各類的病毒 似乎是有些作用的 是可以抑制到他們的 尼巴偉林效力成疑 問題是當他加上其他藥一起用 病人的臨床反應又相當理想 真正的答案還需要更多科學的數據去支持 如果尼巴偉林加一種新的藥 叫Kalitra 如果這兩個加起來 曾經有百多個病人試過 在醫管局 我們現在初步的看法 就是研究了之後 我們有某一個醫院有醫生研究過 就發現如果很早用它 好像療效都不錯 也可以減少病人需要類固診 我們在香港有百多個病人的臨床治療 持鼻又沒有效 早鼻好像有用 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會用 就是大部分醫生都同意 用這個這樣的組合 來放進去抗病毒那邊 隨著SARS臨床經驗增加 專家發現 恢復病人本身的抵抗力 和維持病人的肺的功能 是傳遇的關鍵所在 當時任醫生就用了一種 無創呼吸的方法 幫助病人的肺繼續自行呼吸 當病人肺功能受損 呼吸越來越困難 用無創呼吸 其實就是輔助病人自己呼吸 不要只是一枚依賴機器 效果發覺相當理想 他首先在第一個受感染的同事身上 試用這種方法 所以呼吸輔助 是我們叫做買時候的 by time 完全不是醫好病人的 只是令到他 起碼身體有氧氣 就有條命等到藥有效 在一月已經發現 有SARS個案的廣州 一開始他們就採用了 中西醫藥結合的診治方法 有一定效果 兩位廣州中醫藥專家 也都獲邀來香港 一直研究中西醫藥結合治療 SARS的成效 希望能夠將中醫藥的優勢 發揮出來 幫到病人 首先希望幫病人減輕痛苦 或者希望將病情相對 幫他控制 這個其實壓力幾大 第一次 SARS這場疫症 亦都可以說 首次促成了中西醫藥合作 中西醫藥結合的一個效果 主要一個症狀改善得快 比如發燒那些症狀 病人發燒是很難退的 但是我們配合中肉以後 病人的燒推得比較快 對於消化度的症狀 配合中肉的話 效果是比較好的 我們發現入院的時候 很多病人都有輻射 痾痘這種情況 懷口也很差 我們用了中肉以後 痾痘 懷口 這些情況 改善得比較快 找出更有效的 用藥和療法 以至中西醫藥的結合治療 這些都是準備 SARS再次來襲的 當前急務 我們要明白病很新 現在只有六個月的經驗 有很多病幾年 世界上科學醫學的專家 都未能夠同意哪種方法是最好的 其實我們已經找到一些 化學的合成劑 是對那個本作肥 極有效 在市館裡有效得不得了 但問題就是 因為這些由它的市館 去到動物 去到人的測試 那個時間 起碼是三四年 你重新再想一次 我很相信你重新再來過 你也是這樣做的 因為你要記得 你只是用那時候 有限的資料去決定一件事 你都是用最闊譜的藥 你最初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回頭看 無論所有醫生用這個藥 不應該覺得做錯了什麼事 不需要望向回頭 因為我們能夠找到病毒出來 能夠對病的了解這麼深入 我們又有測試劑 我們又有這些藥 可以嘗試去用來試 其實對一個病 只有不夠半年歷史的病 這個是了不起的貢獻 醫學界的專家 同時有一個希望 萬一沙士從來 可以有計劃地進行系統 科學的醫學研究 找出新藥和療法 去克服這隻世紀新病毒 萬一沙士再回來 我們不可以好像上次這樣 就是試完這件事那樣 是真的要有一個科學化的方案 是有系統的這樣測試一些 我們認為是可能得的那些藥 那些治療方法 那就令到世界性都不會懷疑 將來的那個藥物 就不會說 我有我的意見 你有你的意見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的醫生 覺得我們是對我們的病人負責 我們對世界上是叫做 還一個應有的醫生 道德方面應該要做的事 就是你有這樣的病人 你去找那個病人 應該用這個病人 世界衛生組織在接下來 這個星期 將會召開一個大型的交流會議 討論預防、診斷和治療沙士的方案 香港也派出代表參加 這個全球專家混集的會議 或者可以找出一個 對抗沙士的新方向 closet 1 2 1 1 2 2 1 2 2 2 3 2 2 9 2 3